第一法 应该双坐 夹复坐 或者是半夹复坐 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拇指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就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坚比后仗 或者是肃战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就是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革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坐树就是坐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泣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吃性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泣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这个圣泣泣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价值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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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变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灾剧的国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年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能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 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 就是 现在六十五个引导 思维菩提心的利益 观想菩提心的利益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一切大乘佛法 菩提心是最重要 最殊胜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发菩提心 暂时的世间和初世间的功德 无法显现 最终的成佛不能得到的 如果我们发了菩提心 那么放下自我 获得了世间和初世间的功德 最终也会成就佛果 成就无果 为什么呢 因为菩提心 就是唯一菩提心 他可以摆脱轮回的 就是我们善趣和恶趣的 所有轮回的痛苦 遣除所有的根本烦恼和 睡眠烦恼 他这种发心 远远地胜过 声闻 怨觉 还有世间的种种的一些 比如说梵田 婆罗门等等 他们的善心 而且菩提心让我们的善根 无量无边的增长 获得了广大不可思议的佛德 功德 真正有了菩提心以后 成为佛陀的继承者 可以说是佛陀的学子 佛子 一切的安乐 奠定了基础 成为世间所有的因共处 有了菩提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们对他有多少多少的 供养 顶礼都可以自己接受 实现一切的 还有有了菩提心以后 实现一切的所缘 成办一切利他的伟大事业 最后迅速获得了菩提 所以我们必须要发这样的菩提心 感谢您的支持您的货带 感谢您的支持收睇 是什么呢 再对给您的支持 黄岛发生了菩提心 良稍然是什么大事的 开心的支持 付菩提心 后面对不合议 这么多的 您可以取得 超红色的 整形成一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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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真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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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